根据大陆央视报道 解放军东部战区 最近进行了远海训练 那么这次更首次曝光的内容 是海上截级空战 使用的机种 则是刚完成改装的 这个歼10C 军事评论员宋忠平就表示说 远海截级空战的难度很大 所以对于这个东部战区 这次的训练来说意义重大 那么东部战区训练内容 海上截级空战 这个远海截级的难度 到底在哪里呢 黄老师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中国大陆基本上 简单的说 就是希望敌对势力 距离它的本土越远越好 那么美国叫做A2AD 就是反介入跟这个区域拒止 那么中国大陆的叫做反干预 有的叫反干涉 军事上面比较多的是反干预 反干预有两种 你要执行 就是说让敌人距离得够远 一种非对称的 就是我用反舰导弹 不管东风21东风26 反正只要我具备这个能力 让你的整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不太敢靠近我 这种是不对称的 但是这边讲的海上截级空战 就是对称的 对称 不对称有的时候不好用 飞弹是按钮的 而且社后不理 可能可以变轨或者是打歪 作为政治上面一个讯号 可是这个收不回来 可是这种空军之间的空战 它是可以彼此互相较劲或叫板的 那问题在哪里 问题你要在哪一个空域来做 以东部战区的责任区来讲 包括台海 就台湾还有日本 你要在什么地方来做 中国大陆不可能在整个东部战区 向外延伸的空域掌握完全空忧 最多在台湾周边有一点拘捕空 所以您说这个海上截级空战 其实就是指求对决的意思 就是说直接就是面对 空军对空军 那他这次公布了这个海上截级空战 他透露他们训练的内容 您觉得说在 这是不是代表说解放军在他们区域的 就您刚讲说 区域拒止的这个战力上面 产生了一些变化 我觉得是他们在考虑到 就是说平常我们讲的这种 不对称的阻止区域拒止以外 不可避免的 会有空军就是空中兵力的接触 空中兵力的接触 你可以去扩大解释 第一个海航的力量 就是以中国大陆航空母舰 舰载机的力量 没有办法向外推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本土 以本土为基地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 来处理这个问题 要处理这个问题老实讲 现在还在训练阶段 真的 那个没有那么简单 了解 而且要面对周边多少防空飞单 而且不熟悉的航路 困难很多 另外一个焦点请教静哥 就是说前两天 在11月23号这一天 是大陆划设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九周年的日子 那么随着解放军在南海 不断地增加他们的部署 外界也在关注说 他究竟会不会进一步地设一个 南海防空识别区 有专家就表示 中共从浙江一直延伸到南海 他们沿线建了很多的港口 所以他是研判说 这个专家是研判说 不用再画南海防空识别区 只要在南沙 还有包括永兴岛西沙 这些地方就有足够的防空飞弹 还有反舰飞弹 怎么看这个专家的说法 这个专家是个超级大外行 谁听说港口跟这个什么防空识别区 有什么关系的 你盖再多的港口跟防空识别区 那我们今天问东海 这沿线盖了多少港口 讲这个外行话 而且又讲说这些防空飞弹 真正的防空识别区 它公布的时候四项识别 那个四项识别是要民航之中来报 它要清楚的分辨民航 把民航的资讯都掌握了 剩下的就是 其他国家的空中勤收活动 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当初为什么画东海防空识别区 是因为当年 就是中国大陆的民航管制的 技术装备都不行 所以当初国际民航是i-Cal 在划分所谓仁川这个 就是飞行情报区 跟福康仁川情报区 跟相邻的上海飞行情报区的时候 那个界线压着这个中国大陆的海岸线 所以它外面的民航活动 它完全不能掌握 福康这边的这个就是飞管中心 跟仁川飞管中心 不愿意把民航资讯就是分享给他 所以他干脆划设了 然后提出有四项识别 一个就是你事先要报 这个空中计划 你要开启就是说识别系统 你要这个就是符合雷达的识别 那个要把这些识别信号就要盖住 然后你上面的涂装要符合 所以你根据这四项的识别 它就可以过滤掉那些民航活动 为什么以前侦察的那个 就情报征收的飞机抵近侦察的时候 是靠着民航机的航机这样子接近 然后突然这样子分裂去征兆 或者说是利用一直这边掩护 去收信号情报跟东信情报 你把这些都掌握了 那它自然呢就是说 你就可以顺利把 这些全部都不是就是你了 它可以辨别出来 它可以辨别出来 那为什么南海不用画 因为从2013年这个 11月23号划定期间 就有至少我算过 大概有40几个智库学者奖 我马上就要画南海 9年之后 我这个从这个第7年开始 年年就要写篇纪念文章 去打脸这些人 年年写 说你看啊都没有 都没有 然后呢有一年 我也把那40几个人名字列出来 好好再打了一次脸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香港飞航情报 就是说你今天要考虑是敌人 就是说敌对的势力在哪飞航 我真正就是说需要知道的 那个情报是在哪里 所以在香港飞航情报区 跟三亚飞航情报区 它现在民航的信号的系统 可以直接去跟解放军 空防单位的电脑系统之交连 所以它过滤的干干净净 而它这些所有在华南地区 情报这个征收的飞航航机 就在这个区域 你在这个南海以外 就是叫做这两个飞航情报区 以外的南海空域 有没有情报征收飞行 还是有 但是问题是民航的活动相对较少 很快就把你给丢出来 所以它没有必要要化 南海就是未来在2023 其实也是个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尤其是南海行为准则的争议 明年是不是有机会 能够来做处理 我记得委员也曾提醒过 不过说到这个南边这一块 南海南太平洋 22号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跟几个太平洋岛国 透过一个视讯 进行了警务会谈 这个会谈是由大陆公安部的 部长王小洪 还有所罗门的警政部长维克 两人共同主持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至少有两国的警察首长 是没有参与这场会议的 所罗门是唯一以部长级 出席的太平洋岛国 现在大陆跟太平洋岛国 举行这个警务会谈 但这次看到是六个国家参与 没有参与的国家 他们现在的考量是因为担心 有选边站的问题吗 还是说已经出现了选边站的情况了 委员您的观察是 这比较大的都在里面 很小的就算了 因为他这个前后的讯息有点矛盾 六个国家参加 那只有所罗门是警务部长 还有两个警务首长没来 那怎么会这样 不是应该五个都不是首长 因为这个是公安部部长 是部长级的警务会议 是第一次 而且他的会议的标题就叫 让合作更专业更有效率 所以我觉得是技术性的 就是说接下来 这个警务合作要如何开展 那为什么选这个时间 因为刚好所罗门发生地震 所以当地有一些可能 思绪的状态吧 要维持秩序 对对对 所以就双方交流一些意见 我现在看到在南太 中美两强其实都很希望能够去 布局甚至是能够让他们 在这边的影响力更加 您怎么看 因为上次王毅去 并没有签出来 对 安全与贸易协定没有签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想说 那我就从实务开始 那所罗门有签嘛 对不对 那就从这个安全协议 然后拓展出 不然我们从具体工作开始 那如果别的国家认为 这个具体工作有价值 那到时候再来签 比较高层的协议 所以现在先从警务的合作 对对对 OK 根据我的了解 中国大陆自己内部检讨 就说与其打高空 一次把它办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 没有下文 不如吸水长流 所以他现在 并不在乎你出来有多少 但是他非常注重脚踏实地 只要有哪个点建立 他一定尽最大的权力 让他见到实效 这个东西就跟做生意一样 你做出口碑 慢慢慢慢慢慢 板块就松动 你一次搞了所有的公安部长都来 但是开完会就没有下文 这就是西方国家 就像烟火一样 对 这是西方国家 在经营南太之中所犯的错误 所以那个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很挫折 但内部只继续思考 就是说现在占一个点 我们就要好好经略一个点 这个地方做出口碑 所以这些南太平洋这些国家 自己是相通的 他们是把在当初经略非洲的经验 也是一个一个一个股票 这样子的经验来推南 细水长流的策略 老大我进一步请教你 外界现在很关注的是说 解放军的军力成长 最近看到美国太平洋 这个舰队司令Papalo 他说中方有六艘 这个战略核潜艇 已经配备了巨浪三 新型的弹道前射导弹 能够在更靠近大陆自家禁案 打击美国的本土 那美军战略司令部这个司令 叫Richard 他三月就曾经表示说 巨浪三让大陆可以在南海堡垒 就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 美军现在首度证实 解放军的核潜艇 是配置这个巨浪三的前射导弹 代表说北京何维哲的能力 是提升了吗 您怎么看 您怎么解读呢 这是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为什么讲不是秘密的秘密 这个巨浪三至少已经成功试射三次 这不是我偷的秘密 是维基百科可以找得到 第一次是2018 11月24 第二次2019 0602 但是当时担任试射任务的都是什么 都是三二型 就清集这个常规动力 这个弹道飞弹试验用途潜艇 就是专门是试射用的潜艇式 可是第三次呢 2019 12月22号 担任试射任务的潜艇就是094星 就表示它已经可以094 中共本来发明这个 就是说整个的巨浪三呢 它是要装096潜艇的 可是后来想到就是说 我这个如果是同样的发射器 我可以包容这个 结果可以说巨浪二可以变巨浪三呢 巨浪二是8000公里射程 这个是12000嘛 所以它当时移动这个时候就射击 所以它现在可以说它六艘094全部 全部已经装巨浪三了 那装巨浪三以后有什么一个 第一个它8000可以打到12000 所以它在大陆的领海 它可以打美国很多地方 还有它们最担心什么 就是这个潜艇潜到你美国边上 那这个更近 快 最重要是快 我从这里射12000 我从那里射你任何地方 我时间只有三分之一 而且中国现在前前 美国已经开始 当然不会像俄罗斯常常前前一弄找不到 但中国现在慢慢也不好找 所以随着说巨浪二 您提到巨浪二 还有包括现在最新型的巨浪三 就是这些武器的精进 您怎么看大陆在军工产业上面 它们现在的一个进步 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弯道超车 然后这个整个来讲它不是一个口号 就像它忽然想到我不要096 我094就可以装 这就是一个思维 就是它的灵活思维 还有它已经 我觉得大陆有变成一个什么 好像变成一个潮流 那个做金武 你看那个珠海航展 那个做金武 那真是这个一年比一年精彩 一年比一年那个 这个是 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聊一下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还与全世界订阅 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